哈喽,猫猫 让猫宝石光鸡带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请到 穿越猫宝石光鸡 喂喂,我们去那边看看 嗯 快看,他就是何智章 何智章当过五十年的官 从没变变过 在唐朝诗人中很罕见 这和他的风趣幽默有很大关系 他表格路向先 就特喜欢跟他一起砍大山 老夫跟自己的弟子们分开再久 都没有想过他们 但是对小赫一天不跟他聊天 就觉得心里边空荡荡的 何智章的口才还很棒 有一次皇帝的老弟去世了 要选一些有才学的人当碗郎 就是负责在丧礼中干点杂事 这是个好差事 不仅报酬多 而且很荣耀 皇帝派何智章来选人 选拔完毕之后 有些落选的觉得何智章不公平 就气势汹汹的把何智章办公的礼部 围了个水泻不通 何智章快出来 快出来 出来 要好好教训你一顿 何智章 不合了 快关门 打你 何智章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 终于把这件事给摆平了 下来 下来 赛场赛场 走吧走吧走吧 何智章还喜欢闲逛 有次看到一家花园风景很好 他也不给主人通知一下就进去玩 别人知道了很奇怪 何智章却说 不认识不要紧 喝回酒不就认识了吗 我钱包里有钱 我请客 正因为他为人这么有趣 所以他交了很多朋友 而且一直活到了八十六岁 威威 我们该回去咯 好呀好呀 开月蒙宝石关机 这就是风趣幽默的 何智章的故事啦 小朋友们 大家要学习何智章 那样处事淡定 为人幽默 没什么事能难倒我们的 感谢小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更多精彩请关注 萌宝教育微信 发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